我們銅鑼杭吉呢 在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就開始種植 那在民國八十年以後 我們那個工所呢跟農會呢 這邊每年都在舉辦杭吉節的活動 藉由這個活動把我們的杭吉產業炒熱 讓大家去了解我們銅鑼杭吉的那個種植 然後讓大家來欣賞花的美景 在這個管理跟採收部分呢 都是採安全用藥 那我們在就是每年來說 我們的採收前十天 我們農會跟縣政府跟農糧署呢 都會派人會同我們那個產銷班會同他們呢 到每個花農的田間做隨機採樣 通好再送到毒物試驗所去檢驗 那我們是有85%以上是零檢出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呢 都是在產業界裡面是一個指標 橘科的東西呢 就是有黃的跟白的 不管是黃橘也好 黃橘也好 然後天橘 那黃的它除了香氣比較香以外 它還帶還有一些那個微甜 但是在中藥材裡面它是陸藥 白的杭吉也是在中藥它是陸藥當藥員 所以一般中藥它會幾乎都是買白色的比較多 那我們像這邊一樣 我們的黃橘也有白的 那它泡起來的時候 喝起來就是有一點微苦 微苦就是涼 所以中藥材就是白的呢 有養肝瞑目的功效 其實相對來說 其實白色的橘花是比較好 因為黃色的它是屬於那種 比較討喜 看起來泡出來的顏色是鮮豔 然後一般消費者會覺得說 我泡茶橘花茶 它就是看起來花花的比較好 芝花本身呢 採收的時候最怕雨水 唐吉一直以來 就是說種植的時候要三月份種 然後到十一月份採收 經過八個月的管理期 這八個月裡面相對要摘心 然後施肥出廠 我們航吉採收回來以後 用這個網袋帶著 然後回來到我們這個花架的時候 直接把它倒在花架上 那每一盤呢 是五公斤左右 那這一台紙車呢 可以容納一百公斤的花青 那我們把它 這個行吉把它撲平以後呢 就直接到架子上 還沒進那個風乾四年 烘培隧道裡面的時候 它就是這個就是自花 先把花放在這邊等待烘培 這個黃金呢 採下來的時候 要一朵一朵的牌 排在花架上 那因為牌的那個 不要讓它重疊 是烘乾以後 它的花形會比較漂亮 那我們這個花瓣呢 比較長 所以我們牌的時候 就是把它排平放好 烘乾的時候 它自然它的發形會比較大 比較好看 賣相也比較好 一台台車可以容納一百公斤 從這邊呢 進來 台車從這邊推進去以後 接上去 然後把它往前推 推到裡面 然後推到我們隧道裡面 再進去 那進去裡面呢 我們用氣壓的推進去 把它往前推 一次就是推一台 那進到我們隧道的時候 是先進先出 從這邊進去 前面的就烘乾了 在烘焙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四窗 看裡面的烘焙的過程 我們黃菊呢 以75克一罐 給消費者這樣順便當伴手 我們黃菊呢 烘乾以後 從這個鮮花到烘乾以後 包裝成這個包裝 好 是小包裝的 一朵一包 然後放在這個盒子裡面呢 是10朵一盒 不容易售查 可以零售 也可以買整理的 可以用網路訂購 就去搜尋秋美人就可以 把門搜尖 會選就去 看清磊 稍後